提到,有國人在巴拿馬被中國大陸發佈同色同氣,結果被送到古巴 法務部員在前後通告後,請快點了解狀況,沒想到人就自殺了 你們所謂的調查程序,程序要完備,行政程序要合法 我百分之一百支持 但是我沒有辦法了解的事情是 從前面違反產經分離,到後面,你們在調查China Crystal的時候 早就應該繼續往下挖的,到現在都還沒給大家答案 我們下一次碰面的時候,我會繼續問主委這個問題 看金管會,什麼時候要給大家的答案 其實我們同事都是非常正值的在查這件事,你這樣評論對他們有點不公平 我現在在評論,就不是在評論你們其他同事啦,我在評論的就是你啦 現在喔,所有的公股行戶,所有的公股行戶 沒有人承認說議員曾經告訴過你們幫忙作弊 來我請問,在場所有金融界大家敬重的董事長跟總經理 當你們在連帶案裡面,連帶案裡面,說要增值20億 作為慶富未來資金償付能力的擔保的時候 連帶銀行的其中之一的第一銀行 自己帶了20億給他,作為滿足連帶的條件 認為這樣子的行為是妥當的請舉手 這樣沒有什麼關係,是我們金融界的常規 我們一天到晚再這樣子幹 認為這樣子是OK的請舉手 認為不OK的請舉手 全部都不講話 認為不OK的請舉手,我再問一次 所以也不是OK,也不是不OK 那你們的態度到底是什麼 今天事情已經這麼嚴重了 結果你們每一個人還是用這種態度來面對 請舉手